第831章彭来 师父 我修炼了多久啊 雷虎从入定中慢慢醒来 经过修炼夜天所传的功法 他吸纳灵气转变真气的速度 比以前要快出十倍不止 这一番入定 让他感到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力量 而断臂处也由疼痛变成了麻痒 接出厚厚的一层疤 你小子整整修炼了五天 行了 把那些鱼都吃掉吧 被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喊师父 夜天没有丝毫的不好意思 因为不管是武林中还是修道界 论的都是实力 以夜天此时的修为 即使放在修道界中 那也勉强算得上是为高手了 五天 怎 怎么会这么久 听到夜天的话后 雷虎的眼珠子都差点瞪了出来 在他的感觉中 自己就像是睡了一觉 并没有多长的时间 只不过化身刚落 雷虎的肚子就咕咕直叫起来 他才知道夜天所言不虚 肚子里那种饥饿的感觉 让他再也顾不得多言 左手拿起一条刚刚死透的海鱼 大嚼了起来 即使夜天出去后开宗立派广收门徒 有雷虎这个画镜高手坐镇 道士也不怕被人踢管 除了那些隐匿在各处 以及神州结界的修道之人外 画镜高手已经是这世上的巅峰武力了 师父 您过奖了 弟子就是跟着您沾光的 雷虎刚才入定中醒来 也没听清夜天话中的意思 一边撕咬着鱼肉 一边含糊不清地问道 师父 您刚才说已经过去五天了 咱 咱们怎么还在海上啊 我一直在划船 自然还在海上了 夜天的脸上也露出一丝眷色 这五日来 他仅仅吃了几条海鱼 其他时间内 都是在用真气催动救生阀前行 就是想看看这海岛究竟有多大 但让夜天失望的是 沿途海岛的风景 虽然大致上是一样的 只是他并没有看到 自己留下标注的地方 这个海岛之大 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这五天枯燥的海上旅程 真的使得夜天的身心俱疲 五天都没能围着这海岛转一圈 雷虎的脸上露出了震惊的神色 这处海岛的外围无风无浪 以夜天的体力 五天怕是能滑出数百海里了 这海岛岂非非大的离谱 夜天点了点头 看着远方掀气缭绕的海岛 开口说道 咱们其实早就该到岸上去的 妈的 划船哪里有走路轻巧啊 夜天在前不久突然意识到 自己干了一件很愚蠢的事情 与其在海里划船前进 倒不如走在沙滩上去 丈量这座岛屿了 那些所需要消耗的体力精力 远比在海上小得多了 而且夜天对这座海岛 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它实在是无法想象 在当今地球轨道遍布卫星的年代 这么大一个适宜人类居住的海岛 为何至今还没有被人类发现 还能保持着如此原始的生态 上岸 雷虎有些愁愁地看着自己断去的右臂 开口说道 师父 岛上可是没有海里平静啊 虽然修为大进 但是雷虎知道 如果现在再让他遇到那只怪物 他仍然是没有丝毫的还手之力 也只有师父这样的非人类 才能和那些传说中的家伙抗衡吧 笨蛋 沙滩上是安全的 只要不进入岛内就不怕 夜天文言翻了个白眼 看来他们师徒两人都进入到了误区 其实在无法继续往深海探索的时候 就该第一时间回到沙滩上的 以他们的角力 五天功夫走出上千公里都数正常 师父说的是 咱们这就上岸吧 想起那怪物被雷电吞噬时的情形 雷虎顿时信心大增 看来这海岛的沙滩就是一处禁地 沿着海岸这么多巨兽的尸骸 极有可能都是被雷给劈死的 雷虎猜想的没错 这座岛屿外围的大阵 除了有隐匿的功能之外 也是为了防止岛上灵气流失 和这些怪兽外逃的 有些修为高深 不甘被困在此处的怪兽 想要突破那道防线逃到外海 最终都落得个天打雷劈的下场 穷奇原本智慧极高 在看到那些实力不弱于自己的怪兽 丧命于沙滩上后 他一直极力避免接近沙滩 只不过 这次被叶天重创之下 失去了理智 糊里糊涂地逃往沙滩的方向 这才引来的劫雷加深 不敢深入海中 眼下只能暂时回到沙滩上了 叶天手上加了把力 救生法如同离弦之剑般地 向沙滩冲去 就在距离沙滩一百多米的时候 雷虎突然惊叫了起来 独臂指向沙滩 颤声道 师父 您 您看 那是什么 嗯 那岩壁上有字 这处沙滩的前方 是一处万丈悬壁 在那犹如刀削腐劈的光滑岩壁上 竟然刻着两个大字 只是原先那处岩壁处被云雾缠绕 即使以夜天的墓里也难以看到 眼下到了近处 却是先被雷虎发现了 鹏 鹏来 这 这怎么可能呢 饶师夜天的心性 早已达到不以雾喜不以己悲的境界 也被这两个大字惊得瞠目结舌 一时间居然忘记了滑动船桨 任由救生阀在海上飘荡了起来 彭来 那 那不是传说中的仙导吗 雷虎对汉字所识不多 尤其是那彭来二字用传书书写 他更是不认识了 不过雷虎却是听说过秦始皇寻仙山的故事 彭来 方丈和盈州三座海外仙山 他还是知道的 没错 只是 这怎么可能呢 看着那铁干球之般苍净有力的字体 夜天脸上的震惊之色 丝毫没有削减 这两个足有百张大小 绝非人力所能镌刻上去的 周围灵气缭绕 将其衬托得飘飘若仙 直欲飞去一般 夜天可不像雷虎那般不学无术 他对于海外仙山的了解非常深 因为在许多道家典籍上 都有对这三处地方的描述 尤其是修道炼丹之人 更是将其视为道家圣地 论起三仙山的由来 最早应该是起于战国 史记《封禅书》 《汉书交四至上》中记载 其传在渤海中 去人不远 盖场有智者 诸仙人即不死之要皆在焉 其物禽寿近白 而黄金银为宫阙 未至望之如云 即道 三仙山返居水下 临之 风者隐去 终莫能智云 《十周记》记载 秦始皇时 大碗中多往死者横道 树有鸟咸草 赴死人面皆灯时活 有思作文史皇 史皇使使者积此草 以问鬼谷先生 云是东海中 祖宗上不死之草 生穷田中 一鸣养神之 其叶四孤 生不从 一株可活千人 统一六国后 追求长生的史皇帝 听从方氏所言 遣徐福及同男同女 各三千人 城楼船入海 寻祖宗不返 留下了一段千古笑料 三仙山的传说 也由此被世人耳熟能详 后世也有人曾经研究过这些记载 只不过他们以为 这是海上的海市蜃楼 原人于亲 骑成卷意说 盖海市常以春夏情河之时 告日出生 东风微坐 云角其夫于海岛之上 海市避现 现则山林成锅 楼关精壮 粘车鸵鸟 衣冠人物 凡世间所有 像泪万书 呜呼神灾 夜天在看这些记载的时候 也是倾向于海市蜃楼这种说法 只不过眼前这彭莱二字 确实颠覆了他以往所有的认知 如此广阔 而又未被世人发现的海岛 也唯有用传说中的仙山 才能解释得通 奶奶的 不是说蓬莱处在渤海吗 怎么会跑到印度洋中来呢 夜天狠狠地在自己大腿上扭了一记 疼痛让他彻底清醒了过来 口中虽然表现着怀疑 但夜天心中已经明白 这里应该是蓬莱仙山无遗了 否则绝对不会有此般充裕的天地灵气 师父 您看 那边还有个木屋 就在夜天震惊莫名之际 雷虎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嗯 难道这岛上还有人 夜天文言看去 果然 在那蓬莱二字左侧的山腰下 有一座用木头搭建的屋子 下面用木柱空出了一米多的空间 整个木屋被绿色的藤蔓植物覆盖 不仔细看还真的很难发觉 过去看看 雷虎 你到时不要说话 夜天将真气毫无保留地灌入到了船桨之中 救生阀骤然加快了速度 像是快艇般地往岸上冲了过去 一分多钟后 夜天左右两手往阀子两边一按 整个救生阀凭空飘了起来 停在了布满细碎沙粒的沙滩上 那木屋没有人住 不知道荒废了多久 上到暗来后 夜天脸上露出了失望的神色 木屋是在沙滩的边缘 相距不过四五十米远 这在夜天神石的探测范围之内 第八百三十二章身份 上 不管怎么说 这里应该都是有人来过或者曾经居住过的 由于木屋紧挨着沙滩修建 倒是布鱼会受到岛上怪兽的袭击 摇了摇头 夜天将心中那丝失望的情绪排解了出去 带着雷虎往木屋走去 或许是为了防止潮汐掌落 这座木屋下面是空的十多根齐腰粗细的木柱 深深插入到了地下 将其支撑了起来 在木屋的右侧 是一个呈起伏状的小山丘 两边高约七八米 一条山间小路蜿蜒直上 隐没在山间的茂盛的植被之中 山丘上长满了各种植物 一草一木均是生机盎然 鸟在树梢上鸣唱 相比夜天初登岸的那个充满杀鸡的海滩 这里无疑就像是一个世外桃源 虽然木屋构建得十分粗糙 甚至连树皮都未曾剥离掉 但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道运 给人一种融入到自然之中地感觉 繁茂的藤蔓将整个木屋包裹起来 四周雾气缭绕 宛若神仙洞虎一般 师父 咱们进去吗 在失去了右臂之后 雷虎的性格倒是变得沉稳了许多 他知道在这所谓的蓬莱仙岛中 其实是步步杀鸡 稍有行差踏错 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自己的生命 叶天摇了摇头 说道 无妨 里面没人 这里又靠近沙滩处的阵法 没有凶兽赶来此处的 这四五日来 叶天沿着海岸线 滑出了近千海里的距离 可以看到 几乎在整条海岸线上 都有着那些凶兽们的尸骨 这也证明了沙滩就是那些凶兽们的近地 雷虎 不管是舞者还是一心求道之人 都要有一颗不屈不惧的心 你要看不透这一点 终生也就止步于此了 看了一眼 魏族不前脸有巨色的雷虎 叶天一脚踩在了木屋门前的木头台阶上 台阶也不知道是何种木质所致 兼顾异常 叶天这一百五六十斤踏上去 没有发出丝毫的声响 嘎吱 信手推开那块由整块木板做成的房门 顿时一股灰尘扑面而来 叶天心念一动 体表泛起一层涟漪 那些灰尘看似飘落在叶天身上 其实尽数被它的护体真气格挡在了外面 雷虎 你先不要上来 叶天之所以没有用真气将这些灰尘吹散 就是怕损及屋中的其他物品 要知道 一些常年密封空气无法流通的地方 乍然接触空气 里面的物件会在瞬间发生腐朽现象 这才很多考古发掘中 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木屋一共分为前后两进 在叶天所站立的这处房中 摆着一张木桌和一把木椅 在另外一个角落里 整整齐齐摆放着一米多高的木检 这也是叶天不敢妄动的主要原因 因为在这世上 最容易损坏的 除了纸张之外 就要数木头了 近年来 一些明清家具被炒作出了天价 除了木质名贵之外 很大程度上 也出于难以保存这个因素 嗯 倒是我多虑了 房门口经历了一会 等屋中的空气流通开来后 叶天忽然发现 房中一切如旧 不禁哑然失笑起来 这个木屋构建得十分粗糙 木板之间的连接缝隙处并不严密 远远无法和那些古人墓葬相比 即使叶天不打开房门 空气也照常流通 他先前的作为根本就是多此一举的 因为叶天挡在了门口 雷虎并不知道房中的情形 见到叶天久久没有踏入木屋后 忍不住开口问道 师傅 里面有什么东西 您怎么不进去啊 没什么 你上来吧 记得 不得触碰屋中的任何物件 叶天回头看了一眼 抬脚走进了木屋 不知道是不是这里 常年受到灵气滋养的原因 这座不知道修建于何年的屋子所用的材料 均是非常的坚固 没有任何腐朽之处 堆那么些个木头干嘛 跟在叶天身后进入房中后 雷虎顿时失去了兴趣 长条方桌和地上所摆的 尽是些条形木简 雷虎并不知道 这就是古人的书籍 当下大师所望 不学无术 你不要动这里的东西 叶天美好气地瞪了雷虎一眼 走到木桌前面 伸手小心地拿起了一根长约30公分 宽约8公分 上面刻满了字体的木简 大道者 统生天 生地 生人 生物而名 含阴阳动静之机 据造化玄威之理 统无极 生太极 无极为无名 无名者 天地之始 太极为有名 有名者 万物之母 读出了木简上的那些文字 夜天的脸色骤然间变得很是怪异 这 这不是道家的论著大道论吗 可 可是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师父 什么叫做大道论呀 雷虎从后面伸出脑袋在木简上看了一眼 确实发现上面没有一个自己认识的文字 说了你也不懂 你自己看看 不要打扰我 叶天摆了摆手 他现在已经怀疑自己收雷虎为徒是否正确了 这简直就是个不学无数的家伙 也不知道 他究竟是如何爬到洪门行堂长老的位置上去的 因无名而有名 不 这不可能 那人距今 不过只有几百年而已 传说是在武当山语化成仙了 他怎么可能来过这儿呢 啊 师父 这 这里有人 正当叶天纠结于这两根木简上的文字时 耳边突然响起一阵 尖利德像是被人爆了菊花般的惊呼声 雷虎那原本很粗犷的声音 此时就像是大姑娘唱高音 声音之响亮就是比之怕瓦罗地也不遑多让 有人 这不可能 叶天没有去训斥雷虎 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可能 因为早在进入木屋之前 叶天就反复用契机感应过里面的情形 再修为进入到先天中期后 叶天自信 就是丁红那般只差一步就能进击金丹大道的人 也无法完全隐匿自己的气息 脑中思绪翻转 叶天脚下一闪 伸手将堵在里屋房门前的雷虎拉到了一边 往里一看 整个人也是愣在了当场 虽然屋顶布满了藤蔓 但丝丝缕缕的阳光透过植物的缝隙 还是将屋内照射得非常光亮 叶天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这个仅有七八平方大小的木屋中间 的确坐着一个人 这个人身材十分高大 即使盘膝坐在地上 也高出了叶天的腰迹 头发披散在肩膀上 遮掩住了一半的面目 身上穿了一件道袍 上面打满了补丁 盘在两膝肩的脚上 穿着一双露着大脚趾的破草鞋 这人早已羽化归先了 最初的震惊过后 夜天冷静了下来 距离如此之近 很快就被他察觉出了不对 坐在地上的这个道人 虽然露在外面的皮肤 和常人无异 但是夜天能感应到 他身上一丝气息都无 甚至没有丝毫血液流动的迹象 像是一个化石一般毫无生机 羽化 那是什么意思 雷虎不明所以地问了一句 就是死了 妈的 我说你小子 能不能把嘴给我闭上 好不容易遇到一个 应该是修道之人 但却是个死人 夜天不由将火气 撒到了雷虎的身上 是 师父 我闭嘴 我闭嘴 雷虎善善地缩了下身体 却是忍不住身头 往里屋看了一眼 嘴里嘀咕道 死人还能坐着 说不定这就是个蜡像呢 其实雷虎的性格本来是有些阴沉的 而且心机颇多 即使不懂的东西 往往也不会主动开口去询问 但不知道为何 在进入化尽之后 雷虎心底的那些阴暗情绪被一扫而空 宛若换了一个人一般 说出来的话 却是经常令人哭笑不得的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夜天也懒得搭理这个浑人 抬脚往那人走去 当他转到这人身后的时候 却是骤然变色 口中所发出的喊声 和雷虎之前的那个声音比起来 也是差不了多少了 师父 怎么了 自从认识夜天之后 雷虎还从来没见过夜天如此慌张过 当下连忙赶了过去 只是在他看清楚那人身后情形之后 整个人却是登登登往后连退了三步 身体重重地撞在了那并不怎么坚固的木板墙上 别乱动 听到身后传来咔嚓一声响 夜天顿时从震惊中清醒了过来 雷虎那一米九多的大个子 再多使上一分里的话 恐怕这木屋也要坍塌掉了 我 我不动 雷虎身体僵直地站在了那里 口中已经是带着些许哭腔了 师父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人究竟是人还是鬼啊 第833章身份下 是人 是死人 夜天嘴里很艰难地吐出了几个酸涩的字眼 不过说的全都是废话 就算是雷虎也能看出坐在地上的这个道人是个死人 从正面看 道人无论是神态还是露在外面的皮肤 都和活人没有任何的区别 而且坐姿挺拔 看上去就如同在打坐修炼一般 可是这道人的背后 从腰椎处开始一直上沿到薄垂下方 皮肉整个向外翻开 裂开了一道长进一米的大口子 但是却没有任何鲜血流出 在那黄色皮肤下面的皮肉成金黄色 就连那根长长的脊椎 也是通体泛着金黄的颜色 所有的腹脏均是这种色彩 看上去怪异无比 师傅 这 这是怎么回事 雷虎这辈子死人也见了不少 可是此刻他只感觉自己心脏在咚咚直跳 如果换个环境看到这种情形 他只以为这是个金属打质的假人 夜天脸上露出尊重的神色 喃喃道 语化成仙 这 这是真正的语化成仙 语化一词 最早来源于自然界 当昆虫有蛹变为成虫 昆虫由弱虫获蛹 经过褪皮 变化为成虫的这个过程 就可被称之为羽化 取的是搜神记卷十三 目睹生虫 羽化为蝶 之一 而在中国道教的典类记载中 当人类修炼到极致就可以跳出生死轮回 生老并死是为羽化成仙 苏世前赤壁腹中层言 飘飘忽如一世独立 羽化而登仙 这个名词传出之后 后世之人往往就将一些道教高人的去世 成为羽化登仙 其实那些人只不过是正常的生老并死 和成仙成佛完本没有丁点而关系 上面所说的这些都是世人皆知的 只要稍微费点心都可以查得到 但是在道教历史上 曾经出现了数位真正像昆虫羽化褪皮一般 留下了不朽躯体的修道之人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 一个登山队曾经在华山 以人际罕至的悬崖处 发现了一个洞穴 在借助着绳索等物下到洞穴中后 登山队惊异地看到 里面居然有个道人的尸体 和一般的死人不同 这具尸体不服不朽栩栩如生 但背部却裂开了一道口子 当时把这些登山队员们吓得不轻 也没敢贸然移动道人的骨骸 将这件事报告给了当地政府 闻知这件事情后 当地政府马上组织了考古部门 和道教协会的人前往现场 但是在当年那个狂热的年代 很多人都将自己所不能理解的事情 归类到封建迷信里面 当地政府不顾道教协会的反对 最终将那具道人的尸体给火化掉了 后来叶天的师傅李善元 从道家友人口中听到这件事后 垂胸顿足了好久 直骂那些人是败家子 亵渎了祖宗 只不过目以成舟 他也是无可奈何 根据李善元和友人们的推论 洞穴中那人如果不出意料的话 应该就是老祖臣团而背后开裂 或许就是道家羽化的真正解释 原神从体内出窍 就像是昆虫褪皮一般 留下了一个臭皮囊 只是这一切都是李善元推断出来的 他也不知道原神出窍之后会往何处去 又如何能存活在世间 由于李善元本人只不过是化尽修为 所有的东西都是凭空想象 没有任何真凭实据 在看到面前这人之后 叶天才突然记起师傅闲聊时说起的这件事 两者之间的情形几乎一模一样 这人极有可能是真正的修道之人 而这种景象或许是一种叶天也不知道的境界 师父 这人真的成仙了 过了这一会 雷虎也缓过劲来了 像他这种凶人 活人尚且不怕 又何惧死人 只不过面前这人太过诡异 才让他一时有些惊慌失措 不知道 我也说不清楚 可能是真的成仙了吧 叶天摇了摇头 要是换作丁红在这里 或许还能回答雷虎的问题 但他对修道意图上的东西所知道的太少 也不知是否真的会有这种现象存在 行了 不要打扰仙人肉身 咱们先出去吧 看着面前的这个道人 叶天隐隐猜出了几分他的身份 不过这事和一些典籍中所记载的大相径庭 叶天还需要整理一下外面的那些木检 看看能否从中找出答案来 来到外屋后 叶天对雷虎说道 雷虎 你去外面修炼吧 饿了自己从海中抓鱼 可乐这里有山西淡水 注意不要距离海滩过远 这岛上的动物不是你能对付的 要说这座木屋所处的位置 还真是一块修炼宝地 它正好处于高山岩壁的山脚之下 屋子旁边就有一道溪流中年不止 山丘上更是长满了各种植物 里面不乏黄金守屋等屋 也不知道是不是当年这道人栽种在上面的 是 师父 我知道了 雷虎答应了一声 退出了木屋 和一具不知道如何死去的尸体呆在一起 它浑身上下都感觉别扭 早就想出去了 这大道经视为张三丰所著 难道里面的人真的是他 看着散落在桌子上的木简 夜天的目光忽然一明 因为他发现 在桌子右上角处的一个木简上 似乎写有张三丰几个字样 连忙伸手将其拿了过来 于张三丰生于朱姿百家时期 历经秦汉诸多朝代 追寻大道两千余年 看着木简上书写的文字 一段修道界的隐秘 慢慢被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夜天的脸色也在不断变化着 他怎么都想不到 道家记载生于1247年宋末的张三丰 居然有这么大的来头 按照张三丰的字数 他竟然是和孔孟诸子生于一个年代 幼年曾在山里寓意修道之人 得其传承后 一直隐居在王屋山中 苦修大道近两千余年 只不过从未入世的张三丰 一直不能得大道真谛 后来幡然醒悟 大笑着出山入世 在宋末年间 张三丰顿入俗世 历经宋元明几个朝代 红尘练心 修为也是突飞猛进 短短的两百多年 就由金丹初期晋级到金丹后期 遭遇了元英天节 但是让张三丰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他度元英天节的时候 天地间忽然裂开了一道空间缝隙 将他整个人吸入了进去 原本张三丰以为是飞升天界了 却是发现自己居然来到了传说中的蓬莱仙岛 对于海外三仙山 张三丰所知要远比夜天多得多 在他修道的时候 三仙山就被誉为神仙圣地 只是一直漂浮在海上 错非有大机缘之人 才能偶然能入其中 外界传说 这些人都早已在仙山中修炼的举霞飞升了 但是进入到蓬莱仙岛后 张三丰才发现 事实并不是这样 蓬莱岛中灵气充沛是不假 但却生有诸多传说中的凶兽 有很多凶兽的实力 甚至不在他之下 除了那些凶兽之外 岛上并没有人类的存在 以前那些传说进入仙岛的人 全都消失不见了 张三丰用了十年的时间 将整个蓬莱仙岛游历了一圈 终于可以肯定 他如果自认为岛主的话 绝对没有第二个人和他争抢的 张三丰原本也尝试着 想离开这座岛屿 但是他发现 在蓬莱岛的空中 有着一层浸置 以他金丹后期的修为都无法突破 而距离海岛3000余米的海面上 同样笼罩着这么一层浸置 将整座海岛包裹了起来 典型的是能进不能出 张三丰原本就曾在深山隐居了2000多年 性子甜淡 出不去就当是换个环境修炼 他倒没有感觉什么不是 当下修建了一座木屋 在这岛上灵气最充裕的地方修炼了起来 不过让张三丰困惑的是 尽管岛上灵气浓郁 但不知道是不是杜元英雷杰时曾经被打断的缘故 他的境界一直不能突破金丹后期 而元英雷杰再也没有出现过 在岛上修炼的两百余年后 张三丰发现迟迟无法突破到元英境界 在活了2000多年后 自己的大献终于要到来了 一生追寻天道的张三丰 只差最后一步就可不死不灭 心中未免有些不甘 他在木检最后留字 准备舍弃肉身这个臭皮囊 用近乎转化为元英的元神进行最后一搏 看是否能打破这天地间的桎梏 在做出这个选择之前 张三丰留下了自己修到2000多年的各种感悟 那些堆积在木屋各处的木检 都是他在最后时刻镌刻上去 用以留带有缘人的 元神离体后到底怎么样了啊 记载到这里戛然而止 看得叶天心头像是被猫爪子 给抓了一般的痒痒 恨不得冲入内屋去询问那具肉身皮囊 不对 以张三丰金丹后期的修为 都无法脱离这座海岛 那 那我岂不是要终生被困在这里了 叶天忽然想到了一件事 顿时浑身冷汗淋淋 要知道他纵有向导之心 但可不想在这海岛上度过一辈子啊 第834章 囚龙 俗话说红尘练心 不过叶天才活了20多岁啊 至今连子嗣都没留下来 尚且不说赡养父母 如果此生出不去的话 就连妻子他都对不起 他可没有张三丰这么豁达的心胸 所以当看完张三丰的这篇字述后 叶天一时间呆若目击心乱如麻 甚至连张三丰留下的功法典籍 一生心得都顾不得理会了 不知道在屋中站立了多久 叶天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外走去 整个人就像个行尸走肉一般 浑浑噩噩不知所以然 直到微凉的海风吹拂在了脸上 叶天才惊醒了一些 师父 怎么了 里面 里面那个道人究竟是谁啊 见到叶天出来后一脸木然的表情 雷虎连忙丢下手中的一根枯枝迎了上去 在叶天查看那些木检的时候 雷虎却是下海抓了几条鱼 在海滩上生了一堆篝火烤起鱼来 虽然新鲜鱼肉里蕴含的灵气更加丰富 但生活在现代的人还是会感到不习惯的 那道人是张三丰 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听见雷虎的话后 叶天精神稍稍振作了一些 好歹不是他一个人流落在海岛之上的 否则光是那种寂寞就足以让正常人发疯了 叶天可不想当现代罗宾逊 张三丰 我听过啊 听到这个名字 雷虎发现自己终于能和叶天找到共同语言了 兴高采烈的说道 张三丰原名张军宝是吧 他本是少林寺的一个小沙迷 后来由于偷师被逐出了少林 自己创建了一个叫做武当的门派 和少林齐名 在海外华人圈里 有几个人的影响力 甚至要比历任国家领导人都高 像是李小龙用武术结合影视 像世人诠释了什么叫做中国功夫 深受华人喜爱 而在文化圈子里 金庸的小说同样也是如此 几乎有华人的地方都能看到金庸的小说 就连雷大唐主也不例外 曾经一度抱着金庸的武侠小说苦读 美其名曰研究清朝鸿门历史 所以当叶天提到张三丰这个名字后 雷虎立即和那位小说中的人物联系了起来 当年他可是最喜欢这位赤手空拳打江山的人物 对描写张三丰的章节足足看了好几遍 小说演绎真是毒害后人啊 叶天用一种看白痴的目光 在雷虎脸上来来回回看了半赏之后 叹道张三丰生于朱姿百家的时期 和孔孟墨子是同一时代的人 武当是他所创的 但和少林却是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不对 师傅 金庸都在书里写了 张三丰明明就是被逐出少林的 雷虎对叶天的话并不认可 红着脖子争执了起来 当年他看到这个情节的时候 还曾破口大骂少林有眼无珠呢 滚一边烤你的鱼去 你小子知道多少啊 叶天纵然满腹心思 也被雷虎的话给逗乐了 这文字记载的历史 真的是没有丝毫可信之处 雷虎尚且和金庸生活在一个时代 都受到如此大的影响 等到再过几代 或许那些小说故事 就会成为所谓的历史真相了 书上都说了吗 还能是假的 相处几天下来 雷虎也知道了自己这个小师傅的性格 虽然对敌人冷酷无情 平时却是很好相处 所以慢慢地和叶天说话 胆子也大了起来 师傅 您几天没吃东西了 给您刚烤好的鱼还别说 这里的海鱼真的很鲜美 我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 雷虎烧烤的手艺还真是不差 加上救生包里有些生盐之类的调料 被他整治一番后 那股子香味着实令人垂涎欲滴 将烤鱼递到叶天手里后 雷虎问道 师傅 里面那人真的是张三丰吗 没错 就是张三丰 原本有了点食欲的叶天 被雷虎这一句话又给搞得食欲全无 将那穿在枯枝上的海鱼放到架子上后 说道 张三丰也是无意流落在这里的 生活了两百多年都没能出去 最后羽化归先了 活了两百多年 果然是神仙中人啊 雷虎脸上露出了羡慕的神色 不过 紧接着就反应了过来 惊呼道 师傅 您 您说他一直都没能从这破岛出去 那 那岂非咱们也出不去了 雷虎今年不过四十出头 正值体力精力处在人生最巅峰的时刻 纵然没有了继续在鸿门掌权的心思 但也绝对不愿意在这步步杀鸡的岛屿上渡过一生 听到这番话后 他所受到的打击比叶天还要严重得多 叶天有些不确定的说道 或许突破到猿鹰境界 就能从这囚龙里逃出去吧 叶天的说法是张三丰设想出来的 按照张三丰所言 这岛屿中不乏等同于金丹后期的要求 但却没有一个能进入到猿鹰境界 不知道为何 这岛屿上始终不曾降下猿鹰雷结 两百多年中 张三丰曾经见过多个大妖元兽 将近时冲击海边阵法 却是被阵法轰击的元神巨灭 无一例外 而经过张三丰的推算 如果能进入到猿鹰境界 那种力量或许可以撕破这里的结界 从而逃出这片被人用大法力禁锢住的地方 只不过张三丰却是没有这个机会了 猿鹰七 那是什么境界 师父 您应该到了吧 听到叶天的话后 雷虎松了一口气 因为按照武侠小说中对张三丰的描述 那个道人的修为应该远不及叶天 毕竟雷虎曾经亲眼见过叶天可以腾云驾雾 这简直就是神仙手段了 至于张三丰活了两百多年的事 则是被雷虎自动过滤掉了 原因 你太抬举我了 叶天脸上露出了苦笑 我现在只不过是先天初期高端 上面还有先天后期与金丹大道 终其我这一生 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进入到原因境界 在看了张三丰的记载后 叶天真的是有种万念俱灰的感觉 他虽然几番寄予 但也不过仅仅是个先天中期的小修士 即使能进入到原因期 恐怕也是千百年后的事情了 这却是叶天所无法承受的 那咱们就 就永远都出不去了 雷虎终于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当下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手中滚烫的烤鱼掉在自己胸前 也感觉不到疼痛了 醒来 叶天张口喝道 声音中蕴含了一丝真气 如同佛门狮子吼一般 震得雷虎猛地惊醒了过来 张三丰出不去 不代表咱们也出不去 叶天眼中露出了一丝坚定 说道 雷虎从明日起 你我都抓紧修炼 先要在这里有自保之力 否则别说找到出路 恐怕早晚会成为 这岛上凶兽的果腹之物 根据张三丰的记载 这岛中不乏相当于 金丹七的大妖 他们可是有实力冲击 这阵法结界的 而且只要退得及时 就是天雷结界 也未必能伤的那些 大妖的性命 所以除非深入到海中生活 否则就是这里 也并非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是 师父 弟子一定认真修炼 叶天的话 让雷虎出了一身的冷汗 能不能出去 这些还都是后话 可岛上凶兽的威胁 却是实实在在的 自己失去的右臂 就是最好的名证了 叶天想了一下 说道 张三丰曾经游历了整个岛屿 他肯定和那些大妖们 有过争斗 而这木屋周围数千米 都没有凶兽的骨骸 这里暂时应该是安全的 雷虎 你就在那木屋中修炼吧 别 师父 我还是靠在这海边好了 那里面太甚的荒了 雷虎连连摆手 他在鸿门中也算是个狠角色 只不过木屋中人死的太过诡异 整个后背都裂开了 鬼知道那张三丰的魂魄 会不会游荡在这附近 半夜来个恶鬼敲门呢 亏得你以前还做过刑堂大佬 就这么点儿出息 叶天被雷虎说得哭笑不得 抬脚往木屋走去 口中说道 你过来 古人说入土为安 咱们把张真人的这具皮囊安葬了吧 好吧 师父的话自然是不能不听 雷虎不情不愿地跟了上去 叶天倒是没有难为雷虎 他让雷虎在木屋后方的土丘上 挖了个深坑 自己将张三丰那近乎有两米多的躯体给抱了起来 咦 那是什么 就在叶天抱起那具臭皮囊的同时 忽然感觉从张三丰遗海的身下 传来一股勃勃生机 只是手上抱着张三丰 叶天却是无暇查看 师父 这 这人怎么成这样了 当叶天抱着张三丰的尸骸走到山丘上时 刚刚挖了一个深坑的雷虎 身体忽然连连往后退去 脸上露出了惊骇之极的神情 叶天文言将那尸骨放在了地上 顿时发现原本和常人无异的尸骸 通体变得乌黑了起来 裸露在衣服外面的皮肤 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腐朽着 莫非和刚才感觉到的那股生机有关系 叶天心头冒出一个念头 第835章先天中期 张三丰的尸骸虽然在迅速腐朽着 但却没有任何意味散发出来 修炼了两千多年 他那根骨血肉 早已被灵气滋养成了不坏之身 在体内的水气尽数挥发之后 整个人成了有如木乃伊一般的干尸 不过这具干尸和叶天所见过的木乃伊 以及中国马王堆出土的女尸都不同 在失去了体内的水分后 张三丰的身体变得如同墨浴一般通体乌黑 至此却是不腐不朽了 人不成仙 终究还是会死的 这让叶天感叹不已 纵然张三丰学究天人 修为更是亏入金丹大道 但还是无法抵御这天道循环 最后还是原神兵姐 落得个盗消人亡的结局 师父 还是快点把她放坑里去吧 看着尸体变化的整个过程 雷虎显然很是吃不消 开口说道 听说木乃伊都会诅咒人 这人会不会也是如此啊 瞧你那点出息 你先回去吧 看着面前的张三丰 叶天不禁想到自己被困在这岛屿上的情形 一时间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赶走了雷虎后 叶天小心翼翼地将张三丰的尸骸 葬入到了深坑之中 正月长斋 宋永世经 为上世王魂 断了歹义 上南宫 七月长斋 宋永世经 深得神仙 诸天书鸣 黄鹿百茧 消死上升 用黄土将深坑掩埋后 叶天送起了渡人经 随着他的诵经声 一道道灵气泛起层层涟漪 波浪般地往远方一去 周围崇鸣鸟叫 进阶静击了下来 就连深山内的凶兽吼叫都停歇了 仿佛都在为这一代宗师送行 过了半晌之后 叶天的诵经声才停了下来 张口一吐 一道银色光芒电闪而去 切入到岩壁之中 叶天心念洞间 无痕穿透了岩壁化作一道银芒 又被他吞入腹中 来 叶天伸手一招 将一块长约两米 宽度在六十公分的石板 从岩壁上吸了下来 重重地插在了张三丰的坟前 露在地面上只有一米出头 通微显化真人之墓 后尽晚被叶天敬礼 叶天右手食指如风 像是一把刻刀一般 顷刻之间就在石板上写下十几个大字 这通微显化真人的名号 却是明朝英宗皇帝给张三丰的词号 通微显化四字 刚好符合了张三丰的身份 在墓碑前经历了好一会 叶天转身离开了这里 纵然这里是有名的洞天府地 他也绝不甘心一辈子被困在这蓬莱仙岛上 雷虎 你在干嘛呢 当夜天回到墓屋中 准备将张三丰所传下的道家点击 以及他的功法心得整理一下的时候 耳中忽然传来一阵沉重的呼吸声 连忙往里屋看去 却发现雷虎居然盘膝 坐在了张三丰原先语化的位置上 不过雷虎现在的状态显然有些不正常 坐在那里的他呼声如雷 额头汗僵如雨 整个身体都在不住颤抖着 双眼紧闭 那扭曲的面旁 显示出他正在承受着非常大的痛苦 不对啊 他体内生机之旺盛 远远超出他的修为啊 叶天正想动手将雷虎推开 伸出的手却是停住了 因为他发现在雷虎的体内 正汹涌澎湃着一股惊人之急的磅礴生机 不断冲刷着雷虎的血管经脉 更让叶天惊奇的是 雷虎那其间而断的右臂 也在发生着细微的变化 厚厚的一层伤疤自动脱落了下来 在那断舌的地方 居然往外长出了三四厘米的血肉 将雷虎原本完全损坏掉的经脉 又给延续了下去 只不过生白骨而活死人的说法 毕竟是在传说中的 那股生机也仅仅是修复了雷虎右臂的经脉 不过即使如此 雷虎也是受益肥浅 他日后再也不会因为经脉堵塞 而导致修为无法进步了 不好 物极必反 他的身体快要承受不住了 在修复了雷虎右臂的经脉后 叶田发现 雷虎已然承受不住那股澎湃的生机 整个身体似乎都要膨胀了起来 连忙伸手一扶 一股真气将雷虎的身体 往后推出了一米多远 师父 我 我这是怎么了 虽然在修复伤势的时候 雷虎承受了很大的痛苦 不过就在他的身体离开那个蒲团的同时 雷虎却是感到浑身通态 四肢百孩 真气流转 再无一丝的挚爱 盯着雷虎看了半晌 叶田摇头叹道 你小子的运气比我还好 去外面运工打坐 巩固一下自己的修为吧 刚才的那股生机 不但修复了雷虎右肩的伤势 同时扩展了他的经脉 只不过短短的半个多小时 就使得雷虎进入到了化尽后期 这种晋级速度比当年的叶田还要恐怖 只不过和叶田的几位师兄比起来 雷虎的基础确实差了太多 如果真是动起手 别说狗心家左家俊等人了 恐怕他连化尽初期的周孝天都打不过 咦 我好像修为又精进了 师父 我先出去了 听到叶田的话后 雷虎脸上露出惊喜的神色 看了一眼地上的那个物件后 匆匆地离开了房间 此时 他的经脉就像是干涸的溪流 急需灵气这种养分补充进去 这东西倒是奇特 竟然能治疗雷虎的伤势 等雷虎出去后 叶田走到近前 打亮起地上的那个蒲团来 难道是木属性的灵石 看着那个通体泛着青色 上面布满了树干纹路的圆形物件 叶田摇了摇头 因为这玩意怎么看都不像是精石 反而像是一个从大树树桩处砍下的木头一般 事实就知道了 观察了半晌之后 叶田也学着雷虎 一屁股坐了上去 顿时 丝丝缕缕的灵气 从身下溢入到了叶田体内 没错 是木属性灵气 早在飞机失事的时候 叶田就受了一些内伤 当这股木属性灵气进入到体内时 那些隐集顿时被清理一空 那种熟悉的感觉 让叶田舒服的差点伸延了起来 叶田的修为自然和雷虎不可同日而语 雷虎修为太低 就算是补药 进入到他体内也使他痛苦万分 叶田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丝丝缕缕的木属性灵气 让他整个人都焕发出一种勃勃生机 怪不得张三丰 羽化在这里 可以保持体内水分不湿 原来都是这物件的作用啊 任凭那股灵气在体内游走 叶田也明白了许多事情 一般而言 即使是那些有德高僧或者是修道高人 在涅槃或者羽化归先后 最多也只能保持肌肉不符 但体内的水分和鲜血 却是会慢慢蒸发掉的 而这股木属性灵气 居然保持了张三丰体内水分的活跃性 整整数百年都没有使其流失 可见这物件之奇特了 如果普通人每天在上面坐个半小时 绝对能保证炎年益寿 百病不生 对于修道者而言 这东西的功效更加重要 就像是叶田 它那阴阳丹田是由水火两种灵气交融而成的 后来又吸纳了金属性灵气 三者之间的平衡关系 就像是在走钢丝一般 一方稍微强大一些 这种平衡就会被打破 可是木属性灵气的加入 却是像一个融合剂 将三种灵气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直至此时 叶田体内的金属性灵气 才真正开始融入到叶田前者两种真气里 叶田的灵气性质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 此时的叶田 心神沉入到丹田之中 在体会着这种融合的过程 至于身困孤岛的事情 早已被它抛之脑后 气机慢慢收敛了起来 呼吸由外转内 整个人像是气息全无一般 师父 师父 您醒醒啊 不知道过了多久 一个似乎远在天边的声音 将叶田从入定中惊醒了过来 一道浊气从口中吐出 叶田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眼神在雷虎身上扫了一眼 顿时把雷虎吓了一跳 兴兴地退到房门外面 再也不敢开口惊扰叶田了 终于进入到先天中期了 叶田并没有搭理雷虎 而是查探其体内情况来 过了好一会 脸上才露出了一丝喜色 原本他的修为只是先天初期的高端 按照叶田的估算 即使有灵石辅助修炼 想要晋级到中期最少也需要十年之功 可是没曾想在完全将三种灵气融合了之后 竟然直接进入到了先天中期 而且只差一步就能达到先天后期的修为了 现在叶田的下丹田处仍然是那阴阳丹田 只是从丹田内转化出来的灵气 却是非水非火亦非金 而是一种夜天也没见过的真气 不过夜天能感觉到 这种真气与之前相比 却是有着质的变化 而在夜天丹田上方的无痕 似乎也有一些改变 在那健身之上的银色光芒收敛了起来 看上去倒是有些反不归真的感觉 显得是那般的朴实无华 这会夜天甚至有种感觉 即使在遇到丁红 他也有一战之力了 再也不复之前全无还手之历史的情形了 第836章丰富资源 师傅 您没事吧 见到夜天的眼神射在自己身上 雷虎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虽然夜天并没有刻意释放出自己的气势 但那种无形的威压 让雷虎的膝盖都有些发软了 我没事 夜天摇了摇头 有些不快地说道 我入定前不是传音给你 不要打扰我吗 为何惊扰我修炼 这一番修炼 对夜天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 他甚至有种感觉 等到自己完全悟通灵气融合的道理后 说不定就能进入到先天后期 只是这个机缘 却是被雷虎给破坏掉了 师傅 您 您都入定半年多了 雷虎咳嗽了一声 有些委屈地说道 最近这岛上的野兽好像有些骚动 有一些都来到沙滩附近了 这木屋距离山中太近 我怕师傅您受到伤害 雷虎虽然以前的人品并不怎么值得称道 但夜天有一点没看错 这是个至孝之人 在拜了夜天为师后 雷虎的确将夜天当成了长辈来看待 而不是鸿门前辈了 所以当他发现有一些气急强大的野兽靠近沙滩后 数次都想将夜天叫醒 尤其是最近几天岛上凶兽活动的厉害 雷虎这才顾不得夜天的责骂 将其给叫醒了过来 我入定半年多了 夜天文言愣了一下 对雷虎接下来的话却是没听入耳中 他能想象得到 自己这失踪半年多 外面的家人将会着急成什么模样 还真是山中无岁月啊 夜天低头在身上看了一眼 肩膀两处已经蒙上了一层灰尘 随着夜天身体的站起 一棚灰尘瑟瑟从身上飘落了下来 叹了口气 夜天右手往地下虚空一抓 地面上的蒲团顿时被吸在了掌心里 夜天看了一眼雷虎 口中说道 你这半年倒是没白过 只差一步就能晋级到先天境界 等回头我助你一臂之力吧 谢谢师傅 雷虎文言顿时大喜 联盟讨好似的准备接过夜天手中的那个物件 失去了右臂之后 雷虎才意识到只有绝对的力量 才是最真实的 所以在夜天修炼的这半年中 他也是没闲着 凭借着这里得天独厚的条件 不断巩固了之前的境界 而且一举修炼到了化尽后期 夜天摆了摆手 说道 我自己拿着就好了 这东西有些古怪 生之极致就是死 你修为不到 接触多了不是好事 这东西里面蕴含的目属性灵气 对人固然是大有必义的 但俗话说物极必反 雷虎无病无灾的去接触这种灵气 并不见得就是件好事 这也是夜天在此次误导中体会出来的 师父 这究竟是什么啊 对这蒲团状的东西 雷虎也是好奇的很 他知道自己进击速度如此之快 和自己在这东西上面打坐的经历 是分不开的 夜天摇了摇头 说道 我也不知道 回头看看张真人是不是有记载吧 原本夜天以为这东西里面或许掺杂着目属性灵石 但当他自己亲身体会的时候 却发现事情并非是这样 这个看上去有些像木桩的东西所蕴含的灵气 甚至要比目属性灵石更加的精粹 夜天在世俗界固然算得上是个大高手 但他对修真界却是一无所知 自然也分辨不出这东西的来历 只能期望在张三丰的笔记里找到这物件的来历 吼 就在两人说话的当口 远处的山林中忽然传出一声怒吼 声音之大 甚至震得木屋瑟瑟抖动 一阵灰尘从头顶的木板飘落了下来 夜天伸手一扶 身前凭空出现了一个真气形成的漩涡 将满屋的灰尘尽数吸进去后 夜天皱起眉头说道 嗯 这凶兽的修为应该在先天后期 他为何会来到这里 虽然境界比山中凶兽低上一些 但是夜天并不拒他 从那穷奇身上夜天就能看出 这些凶兽修为虽高 不过似乎神智并未开化 尚且还没有留在神农架中的矛头通人性 有本命飞溅在 夜天有足够的底气去挑战高出自己境界的凶兽 师傅 最近好像岛中的野兽都很暴躁 有不少已经被天雷给劈死了 雷虎只不过是后天修为 他尚且需要补充食物和水分 每隔上三五天 雷虎都会划着救生法到海中捕鱼 他发现在以木屋为中心的 一千多米开外的沙滩上 都出现了野兽冲击阵法的情形 不过让雷虎安心的是 即使在强大的野兽 也无一能抵御得住凭空而降的天雷 除了少数几个逃入岛中之外 大部分都被天雷轰死 倒是让雷虎品尝到了不少味道鲜美的烤肉 有大阵护着 你不用害怕 听完雷虎的讲述后 夜天沉沿的仪会 说道 我整理下张真人的记载 你先去外面修炼吧 夜天相信 张三丰在这岛上生活了数百年 一定会有些发现的 那堆积在木屋角落里的木检 说不定就有些自己想要了解的东西 当下将雷虎赶了出去 逐一整理起那些木检 张三丰所留的木检 大部分都是记载着自己 这两千多年来的修道心得 对各个境界都描述的很详细 其中有些内容看得夜天心头豁然开朗 解开了不少在修炼中的不解之处 往往一句话就触动的夜天打坐修炼起来 只是如此一来 夜天整理木检的速度就变得缓慢了许多 整整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他才将所有的木检都归类完毕 放在桌子右侧的是修炼心得 而左侧稍少一些的 则是张三丰的一些笔记 其中步伐在这蓬莱仙岛上的建文 看完那些建文后 对于自己一直打坐用的那个蒲团 夜天也知晓了其来历 原来 在这堪称是一片陆地的岛上 生有一种巨大的树木 就是夜天之前认为的扶桑古树 这种树木最低的也高达百米 在岛上并不多见 一共只有寥寥十余颗 而这直径只有几十公分的扑团 其实就是这种树木的树心 张三丰一次和岛中凶兽争斗时 无意损伤了一棵巨树 击退凶兽后 他从断裂的树桩处 感受到了一种勃勃生机 眼看巨树不可能再存活 张三丰就将散发出生机的 那一块树木给挖了出来 做成了这个用于日常打坐的扑团 张三丰称这个为木心 对其评价非常高 几乎每次修炼都会坐在上面 在得到这个木心之后 张三丰也曾经打过别的巨树的主意 只是一来那些巨树旁 都扮有实力强大的凶兽 二来张三丰本身性子就很甜淡 想了一下也就算了 并没有付诸行动 看到这段记载后 叶天也觉了再去搞点这种木心的心思 连张三丰都心有畏惧的凶兽 那最少也是金丹级别的 叶天除非脑子进了水 否则怎么都不会去打巨树的主意了 至于那些凶兽冲击沙滩的事情 叶天也在张三丰的笔记中得到了答案 原来这封闭住整个岛屿的大阵 在每隔二十年的某个时段中 阵法的威力会变得比平时弱上很多 由此被困在岛上的凶兽 都会选择在这个时机冲击阵法 这个时间往往会持续一年之久 叶天和雷虎进入到这里的时机 正好摊上了这个凶兽暴动期 雷虎所见到的情形也就不足为怪了 如果不是木屋所在的地方 灵气最为充沛 劫雷也是最灵力的 怕是早已也被那些凶兽冲击了 不过张三丰笔记中最有价值的信息 却不是上面这两个 而是他曾经发现在这面积庞大的岛屿中 金木水火土五种零食没有一种或缺的 而且在外界最为稀少珍贵的木土两种零食 也是这岛上含量最丰富的 只是以张三丰金丹后期的修为 已经无法再用零食提升境界了 所以他也没有去采挖这些零食 这也是夜天没能在木屋里发现任何一种零食的原因 但是张三丰的记载 却是让夜天欣喜若狂 吸收天地灵气尚且需要转化为自身真气 但吸收灵食中的灵气 却是可以直接被身体所接受 用灵食修炼 夜天的进展将更加的迅速 雷虎加上之前修炼的时间 在木屋里整整待了八九个月的夜天 第一次出了木屋 伸手将正在沙滩上打坐的雷虎召唤了过来 师父您出来了 见到夜天出来 雷虎连忙迎了上来 夜天这一次没有闭关 雷虎倒是经常可以向夜天询问一些 修炼时遇到的难题 从今日起 你拿着这个修炼 恐怕用不了一年 你就能从后天转化成先天了 夜天将一块水属性灵食递给了雷虎 心中暗叹这小子运气好 他两位师兄的年龄 加起来都超过160岁了 也只不过和雷虎境界相当 尤其是狗心家 更是因为没有合适的灵食修炼 无法将真气转化为真气 一直被困在炼气化神的境界之中 第837章 福桑古书 这是什么东西 雷虎有些疑惑地 接过了水属性灵食 那股阴寒的灵气 刺激得他浑身一阵 继而脸上露出了喜色 雷虎能感觉得到 在这块有黑有如墨玉一般的石头之中 蕴含着的那股灵气 居然可以在他体内直接转化为真气 更为重要的是 转化而成的真气 似乎还和之前稍稍有些不同 后天进入到先天 最重要的一个标志 就是真气转化成真气 这种转变必须使用和身体同属性的灵食 像狗心家一直卡在后天巅峰 无法晋级 原因就是 夜天没有找到符合他属性的灵食了 夜天在这几个月中 曾经给雷虎讲解过先天和后天之间的区别 所以在拿到这块水属性灵食后 雷虎欣喜若狂 他知道自己也将要跨入先天境界 拥有和师父一样的神通法力了 我以前怎么没看出你有如此运程呢 夜天摇头叹了口气 说道 这段时间你就在那木心上打坐修炼 对你晋级或许会有些帮助的 师父 弟子那时候猪油蒙了心 做了很多错事 以后一定光明正大做人的 听到夜天的话后 雷虎脸上露出了羞愧的神色 神识的修炼是对脑欲的一种扩充 在进入画景后期之后 雷虎的精神愈发通明 对以前所做的事情也是感觉后悔不已 过去的事情就不提了 你好好修炼吧 夜天摆了摆手 他能看出来 随着雷虎修为的精进 雷虎的面向也发生了改变 以前脸上的那丝阴狠已经全然消失不见了 代之的是甜淡和坦然 这说明雷虎的心境也有了很大的改变 师父 您这是要去哪呢 看到夜天交代完后 反身走向了木屋旁侧的那个山间小道 雷虎不由大惊使色 连忙喊道 师父 山中的那些家伙可不好对付 您 您还是在这里安全些 夜天闭关以及整理木检的这段时间 雷虎可是亲眼目睹了那些异兽的强大 飞天顿的不说 一个个军事有排山倒海之能 他就亲眼见过一个躲避天雷的凶兽 居然硬生生的将一处山头起腰撞断 虽然雷虎知道夜天的强大 但如果夜天对上这些凶兽 雷虎是绝对不会看好夜天的 所以这才出言阻止夜天进入到山中 无妨 你安心修炼就好了 我会小心的 在查阅了张三丰所留的木检后 夜天对这座岛屿的了解 远远超出雷虎的想象 在那些木检上 甚至有岛上凶兽的实力分布以及地盘范围 实力强大的凶兽 往往都是各自占据一方 井水不犯河水的 在这蓬莱仙岛中 生存着无数天生就可以修炼的异兽 只不过他们也有个弊端 那就是灵智开启的很晚 必须相当于修道者的金丹境界时 才能拥有人类十多岁孩子的灵智 不管是修道还是修妖 开启神识灵智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如此一来 岛上灵气虽然充裕 但真正修炼到妖丹境界的异兽 却是少之又少 张三丰在岛上游历了十多年 也仅仅见到十多个而已 这十多个被张三丰称之为大妖的妖兽 基本上都各自守护着自己的地盘 平时前修道哈 极少出来 而且张三丰也标明了他们的势力范围 叶天只要不踏入其中 就不会受到攻击 除了这些大妖之外 还有一些处在晋级大妖关卡的凶兽 也不是叶天所能对付的 不过叶天此时的修为 已经进入到先天中期 距离后期也仅仅只是一线之差 即使打不过 逃跑还是有几分把握的 当然 叶天也不是闲得淡疼 想要去找这些凶兽的麻烦 他进山的目的 还是为了张三丰所技术的那些五行属性的灵石 不管是否能出的这岛屿 用灵石配合这里的灵气修炼 其进度最少要加快三分 这种诱惑是叶天所无法拒绝的 师父 您要小心点啊 雷虎担心的在后面大喊了一声 他之所以能心无旁骛地修炼 主要还是由叶天这个师父在 眼下叶天要进山 他心里顿时觉得空落落的 知道了 少则三天 多则一周 我就会回来的 叶天摆了摆手 一脚踏出 地面好像凭空缩短了数十米 瞬间就引入到了枝叶繁茂的山林之中 没有达到大妖修为的凶兽不修原神 我何惧他们 游走在那山间小路上的叶天 心中一片坦然 虽然在这岛上对神石的外放有很大的限制 但叶天还是能感应到周围方圆一公里的景象 就算遇到什么实力强大的凶兽 他也有把握提前避开的 嗯 这里倒真算得上是洞天福地 连这个东西居然都能拥有先天后期的修为 当叶天深入到山林五十多公里后 忽然停下了脚步 因为他发现在自己前方八百多米处的一个沼泽里 散发着一股射人的气机 仔细感应了好一会 叶天的脸上露出了惊蓉 一开始叶天并没有发现那是核生物 再三用气机感应之后 才发觉这竟然是一只足足有磨盘大小的蛤蟆 由于他整个身体都贴附在沼泽上 背上灰黑的颜色和沼泽几乎一模一样 极难被人发现 就在叶天用神石感应那只硕大无比的蛤蟆时 他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身体不安地在沼泽中挪动了起来 一双强光灯般的大眼睛四处扫射着 那张大嘴下面慢慢地鼓涨了起来 吼 就在下巴处鼓成了一个圆球的时候 这只蛤蟆突然大嘴一张 一声震天的怒吼从他口中发出 震得整个山林都动荡了起来 一股无形的波动向四周散开 沼泽周围顿时像是刮起了一阵十级龙卷风 有些齐腰粗的大树竟然被硬生生地给震断掉了 妈的 欧阳风的蛤蟆弓不是这么练出来的吧 其实在那蛤蟆下巴鼓胀的时候 叶天就加了一分小心 但他怎么都没想到这吼声有如此威力 在提前用真气护住耳膜的情况下 叶天都感觉脑子里在嗡嗡直响 过了好一会 那吼声才逐渐平息了下来 那蛤蟆藏身处的沼泽 仿佛又扩大了不少 周围出现了很大一片空地 叶天揉了揉有些发胀的耳朵 脸上多出了一丝凝重 他发现自己之前有些小瞧这岛上的凶兽了 即使没有修成腰单 无法动用神识 这些异兽们还是保留着动物的天性 并非是那般好漆的 吼出这一嗓子之后 那蛤蟆似乎也有些疲惫 虽然仍感觉周围像是有人在窥视自己 但蛤蟆也找不出来 四顾了一番之后 他那庞大的身体慢慢地沉入到了沼泽之中 在这片区域他就是无敌的存在 倒是不怕有别的生物袭击自己 叶天也没在这里纠缠 绕开了蛤蟆的地盘继续往深山行去 他此行的目的却是距离沙滩最近的一棵扶桑古树 根据张三丰的记载 那棵树下有一条土属性灵脉 里面蕴含着不少土属性的灵石 虽然有了那个木心 但对于灵石 夜天自然还是寒信点兵多多益善的 尤其是土属性灵气滋养万物并且能融合灵气的功效 是别的灵石所不具备的 有一颗土属性灵石在手 哪怕受在重的伤都能在短时间内恢复过来 这等于是多了一条命 从海上看那棵扶桑古树 好像就在眼前一般 但真的向古树行进时 夜天才发现什么叫做望山刨死马 他在山林中整整穿梭了五天 仍然只能看到那遮天蔽日的树冠 而连树干的影子都看不到 在这五天里 夜天可谓是步步惊心 虽然他能用契机察觉到那些凶兽所带来的威压和气场 不过这山林里 可不仅仅是强大的异兽 才能置人于死地 一些弱小的存在 好几次都差点要了夜天性命 就像是生长在丛林里的一种石人花 看上去妖艳异常 在上面还有一些昆虫爬行 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 但当夜天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 那花冠一口就将夜天吞了进去 石多根带着麻痹功效的毒刺 同时向夜天刺去 如果不是夜天反应的快 在第一时间就释放出了植物最畏惧的三枚真火 恐怕他还真会栽在那石人花的口中 另外在丛林里还有一种拇指大小的蚂蚁 这种蚂蚁单体能量很小 但它们却往往是数百上千万只一起行动 夜天就曾经亲眼见到 一只修为在先天初期的异兽 竟然被这些弱小的蚂蚁吃得连骨头渣子 这也让夜天变得愈发小心了起来 有时为了经过一些危险的区域 夜天宁愿等上一天的功夫 步步精心所带来的那种压力 也让夜天先天中期的修为彻底巩固了下来 距离先天后期 也就只隔着一层窗户指了 嗯 我这是到了 在山中跋涉了差不多有十天 终于来到了那棵扶桑古树的下面 抬头望着看不到顶端的树干 夜天脸上的惊恶之情溢于眼表 第838章玉席 在夜天正前方一千多米远的地方 一棵粗达近百米的巨树挡住了夜天的去路 要不是夜天距离足够远 它肯定会认为出现在前方的是一座巍峨高山 在巨树的底端 根根粗大的树干成步规则形 遍布在方圆数千米的空地上 有的甚至直接插入到岩石之中 像是一座迷宫般错综复杂 无数根莖结合在一起 将这棵参天大树轰抬了起来 在这棵巨树的方圆十多公里内 到处都充斥着浓郁的木枝灵气 所有的植物都生长得枝繁叶茂 一根根粗如而臂的藤蔓附着巨树蔓延生长 像是给这棵扶桑古树披上了一层盔甲一般 整棵大树就像是一个独立的王国 上面分散出无数的枝干 成群的猕猴在枝干上嬉戏 更有那擅长爬树的豹子躲藏在一边 很好地隐匿住了自己的身形 准备随时发出致命一击 这里应该就是张真人记载的 木属性灵脉所在的地方了 感受着那无处不在的木属性灵气 夜天长长地出了口气 这十多天的行程着实让他吃尽了苦头 如果不是晋级到先天中期 仅凭之前的修为 夜天怕是早已死在半路上了 按照张三丰所说 一般的凶兽只有在身受重伤的时候才会来此 这里应该没什么危险吧 夜天信不向巨树走去 距离那棵大树越近 心中越是震惊 因为张三丰的那个木心坐垫 正是这棵巨树的生命核心 当年张三丰和那大腰的争斗 能将这么一棵参天大树给摧毁掉 可见金丹七高人的战斗力是多么的可怖 嗷嗷 就在夜天的身形出现在巨树四百步的时候 在巨树底部枝干上嬉戏的那群猴子 突然发出了一阵报警声 数百只的大猴群顿时骚动了起来 纷纷往高处爬去 瞬间就消失在了繁茂的枝叶之中 而让夜天停住了脚步的原因是 连那只作为狩猎者的豹子 也突然像是受到了什么惊吓一般 一头从树上窜了下去 飞快地冲入到树下的草丛里 连头都没有回忆下 嗯 怎么回事 难道这里会有凶兽存在 夜天脸上献出一丝惊疑 身形飞快地向后退去 要知道 虽然早年张三丰没有在这里碰到凶兽 但那已经是两百多年前的事情了 谁知道现在这里是否被人给占据了 在这个所谓的仙岛中 真的可谓是步步杀鸡 夜天丝毫都不敢大意 直到退出了一千多米之外 这才稳住了身形 释放出神识仔细探查了起来 奇怪 没有什么呀 将自己面对那个方向的巨树周围 仔细搜查了一番之后 夜天皱起了没有 忽然眼神一领 莫非是相当于金丹七的大妖 这才让我寻不出来的 夜天之道 先天修为和金丹大道 这简直就是两个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境界 如果将先天七称之为还不会走路的孩子 那金丹高人 就等于是成年的壮汉 一个壮汉足可以打到成百或者上千的孩子 两者就不处于一个层面上 所以夜天就是在知道这一路并没有金丹七大妖的情况下 才敢来这里寻找木心的 否则即使借他一个胆子 也不敢擅自闯入到大妖修炼的场所之中 那简直就和找死差不多 而刚才群猴和豹子的行为 都表明有一个强大的存在出现了 夜天的神石竟然无法发现即将出现的危险 顿时让他有些毛骨悚然起来 除了修出了腰单的大妖 夜天找不到更好的解释 深深地吸了口气 夜天屏住了呼吸 将身形引在了一颗从天上垂下的巨大枝干后 整个人气息全无 不好 就在夜天刚刚藏好身形 突然后脑一麻 心头凸地跳了一下 来不及细想 夜天的身体条件反射般地向前窜了出去 同时张口一吐 一道白芒将他周身环果了起来 妈的 这是识人数吗 身体窜出的时候 夜天的头已经向后扭转了过去 他发现一根通体有黑的藤腕 像是长毛一般地尾随在了自己的身后 在那藤腕的顶端位置 闪着一种黑色的金属光泽 夜天相信 刚才自己要是反应稍微慢一点的话 此时怕是后脑已经被这东西给洞传掉了 虽然夜天躲闪的动作够快 不过那藤腕像是有灵质一般 居然阴魂不散地跟在了夜天后面 任凭夜天几个变相 都没能将其给甩开 而让夜天愈发心惊的是 在他的身体暴露出来之后 从地面和空中又同时出现了七八根坚硬的藤腕 像是一张大网对着夜天铺天盖地的往来 纵然夜天身形如垫 可供他躲闪的空间也是越来越少 我说张真人啊 您老可没说这扶桑鼓树喜欢吃人啊 您这不是玩我吗 夜天几次想突出藤腕的包围圈 都被新出现的藤腕给堵了回去 他不知道这些藤腕的攻击力究竟如何 也不敢贸然让护体的飞剑与其接触 只是在心中大骂起张三峰来 按照张三峰所言 这些扶桑鼓树虽然体型庞大 但一没有生出灵智 二也没有任何的攻击力 只是催生出木之灵气 已攻岛上的生灵需求 没有一字提及到夜天现在所遇到的情形 见识过识人花在瞬间 将一头麋鹿化成血水的惨状 夜天说什么 都不敢让这些藤腕接触到自己的身体 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仅仅一分多钟后 夜天就发现在这里 他根本就逃不出藤腕的围剿 操你大爷的 真要逼死我啊 无数的藤腕结成了一张大网 眼看自己再也无法逃出了 夜天将心一横 这些藤腕再怎么说也是植物 应该攻不破飞剑所形成的护体剑气 当下将脚在地上重重一顿 整个人化作一道白芒 对着来时的方向冲了出去 当 当当 一阵飞隔飞筋的撞击声 从夜天突围的方向传出 正如夜天所想的那样 这些藤腕虽然攻击力不弱 但遇到无痕的剑气 顿时就被绞成了漫天目屑 纷纷扬扬地从空中飘洒了下来 有本事地出来和小爷一战 躲在后面算是什么英雄 硬生生地将那大网冲出了一个缺口 夜天的身形瞬间出现了三百多米外 刚才的那一番交手 也让他心中大定 袭击自己的肯定不是金丹七的大腰 否则一个指头就能将自己碾死 何必费这么多的心思呢 嗖 嗖 回答夜天的是一阵阵破空的声音 却是三百多米外的那些藤腕 迅速地追击而来 刚才夜天所斩断的那些 根本就是九牛一毛 没能伤及这些藤腕的根本 似乎感觉到了夜天的难以对付 这次空中还掺杂了一些齐腰粗细的树干 以雷霆之势向夜天迎头砸下 那股力量之大 足以将一个人给活生生地砸到地面之下 显然不是夜天的护体真气所能抗衡的 妈的 这扶桑树莫非真的成精了 夜天一边向后退着 一边破口大骂起来 心中更是问候了张三丰的祖宗十八代仙人 要不是看了他的笔记 就算接夜天一个胆子 他也不敢来到这个地方的 向后又退了一百多米后 夜天发现 原先是一片草地的来路 此时不知道为何多了一片荆棘林 长着五寸多长的荆棘道次 就像是一个个小匕首一般 充满了冷冽的杀鸡 老子和你拼了 见到前有追兵后无退路 夜天心中的那股血气也被激发了出来 他的身形不退反进 控制着飞剑冲入到了藤蔓大网之中 只是在刻意闪避着空中砸下的直干 想我死 没那么容易 感受着鞭子一般抽打在身上的藤蔓 夜天的脸上忽然露出了一丝阴狠的笑容 右手虚空一抓 方过手腕掌心朝上之后 一团紫色的火光 突兀地出现在了他的掌心上 抽得老子很爽是吧 夜天掌心尽力一摧 那团三枚真火在夜天身前炸开 无数细小的火花落在了那些藤蔓之上 三枚真火乃是人参精华凝练出来的 比支真气压缩成的真源消耗更加的大 除了能炼气之外 而且浴火不化 可焚烧万物 这一团三枚真火炸开后 就像是在空气中引爆了一个氢弹 即使是被一丁点儿的火星沾染到 那些藤蔓无一不是立马就燃起了熊熊大火 在夜天的深周 像是突然出现了一个火的世界 让你再嚣张 看到眼前的场景 夜天心头大爽 有些勉强地又凝练出一团真火来 只是还没等它将其扔出 那些原本包围着它的藤蔓 像是见鬼一般地缩了回去 周围的视线骤然变得宽广了起来 不过那漫天飘舞的藤蔓上可都带着真火的 这一收回去顿时将沿途的花草树木尽数给点燃了 只不过短短几个呼吸的时间 那巨树的根底部就变得火光冲天起来 第839章木霄 哥们这是干什么来了 纵火犯 看着身前的一片火海 夜天也有些傻眼 这可是真正的干柴烈火 一旦焚烧起来 就连它也是控制不住火势 只能任由大火不断地向四周蔓延 眼看就要烧到那棵扶桑古树的上面 见到这个情形 夜天也是有点不知所措 身形快速地向后退去 因为在它身处的地方 地下树工里都是那棵扶桑古树的根莖 万一都燃烧起来 夜天可就真的是玩火自焚了 至于自己是否会一把火 将这棵在人类世界早已绝种的古树烧死 夜天则是根本就没放在心上 刚才发生的事情很明显 除了是扶桑古树出手对付它 夜天想不到自己在这里还会有别的敌人 三昧玉水不灭 更是木属性的克星 这一把真火放出去 周围的灵气似乎都要燃烧起来 片刻之间 那些围攻夜天的藤蔓就被烧成了灰烬 火势已经将巨树垂落在地面的一些枝干点燃了 生活栖息在树上的动物们也被惊动了 响起一声惨力的丝鸣报警声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 夜天一边后退 一边恶狠狠地骂道 烧吧 反正零食也烧不坏 都说植物喜欢和平 没见过这么穷凶极恶的家伙 刚才巨树的出手让夜天险些陷入绝境 他本就是杀伐决断的人 此时将巨树列入到敌人的行列 心中再无一丝慈悲之心 如果不是宁愿真火太过消耗真气 夜天甚至都想再加上一把火 嗯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下起雨来了 就在火势越烧越旺的时候 从那参天巨树上 忽然飘飘洒洒地落下了一阵信雨 雨势虽然不大 但连绵不绝像是给周围的天地 铺上了一层被子一般 尽数覆盖在了这片火海之上 下巴 我就不信还能扑灭这仙天真火 夜天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 由真气压缩凝聚而成的仙天真火 就是放在水里也能燃烧起来 这雨飘落下来 无疑是火上浇油 在夜天想来 这火之会是越烧越旺的 咦 不对 怎么会再样 就在夜天冷眼旁观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 那漫天细雨洒落到火海之上 火势居然被遏制住了 随着雨水的飘落 那一片烧的天都被染红了的火海 逐渐熄灭了下去 传说中观世音普将甘邻 莫非指的就是这种雨水 夜天仔细地感受着 落在自己身上的雨水 脸上露出一丝震惊的神色 在这雨水中 蕴含着一股可滋润万物的灵气 犹如甘邻一般 将夜天心头的一腔怒火 都给浇灭掉了 心静了下来 夜天顿时发现 这雨水并非是从天上下来的 而是这颗扶桑巨树 高空中之夜里分泌出来的 如果夜天没有猜错的话 这应该就是古术的生命精华 这火来得快 去得更快 短短的几分钟时间 漫天火海尽数熄灭掉了 连一丝青烟都不曾剩下 更让夜天惊愕的是 当那巨树分泌出来的精华 洒落在地上时 被烧得灰黑一片的大地 居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长出了遍地青草 不多一会 在夜天的眼前 又是一片阴阴绿绿 没有残留一丝大火之后的痕迹 奶奶的 这趟真的要白跑了 眼看先天真火都无法奏效 夜天心头生出一种无力的感觉来 这颗巨树的体积实在是太大 刚才那点火烧的面积 甚至不及它的万分之一 根本无法使其伤筋动骨 夜天唯有退让意图了 不过夜天还是有些不死心 等到从树上飘落的雨花散去后 身形又往前逼去 他还能再提炼出一次先天真火 全身而退还是有很大把握的 没有攻击 当夜天来到巨树500多米的时候 那些枝干藤蔓 这次确实没有再对他进行袭击 夜天顿时心中一袭 他最期望的事情就是和巨树两不相扰 只要挖出灵石 夜天就会马上退去 嗯 那是什么 夜天的目光忽然向自己正前方的巨树根部看去 那有黑有如岩石一般的树干处 似乎和别的地方有些不同 平滑的树干突然向外骨了出来 好像有一个人形生物从里面挤了出来 这 这他妈的是什么玩意啊 短短的十多秒过后 夜天的视线里出现了一个高约五米 整个身体呈圆木状 周身环绕着无数藤蔓 头部隐隐能看出人类五官的怪物来 如果不是夜天的气机感应到对方体内那澎湃的能量 怕是这怪物站在面前 夜天只会将它当成是一棵大树 呜呜 怪物的行动十分的缓慢 那双闪着盈盈绿光的眼睛 不断的在夜天身上扫视着 眼神里蕴含着一丝畏惧 显然夜天的那把火将它给烧怕了 我来此只为目属性灵石 和你井水不犯河水 你为何攻击我 夜天心中一动 开口说话的同时 一团火焰出现在了掌心之上 吓得那怪物连连后退 整个身体都贴在了巨树枝盖上 那架势只要是夜天扔出火团 它马上就会顿走躲藏进巨树里面 竟然能进出于这树干之中 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啊 夜天此时已经明白了过来 袭击它的应该并非是扶桑古树 而是眼前的这个怪物 只是因为自己释放出去的先天真火 获及了古树 才出现了之前从树上分泌出甘林雨露的事情来 吼屋 见到夜天并没有扔出火团 那怪物的胆子似乎大了几分 口中发出了一阵怪叫 四肢处的藤腕忽然蔓延伸展 瞬间又形成了一张大网 向夜天覆盖而来 还不死心 怪物的行径让夜天心头火起 这怪物体内的能量充其量也就和它不相上下 如果不是借助巨树的生命精华 夜天早已一把火将它给灭掉了 不过夜天的先天真火 也不是可以无休止释放的 当下右掌抬起 将那团真火向未来的藤腕迎了过去 嗖嗖 这怪物的灵质虽然不怎么高 但刚刚才吃过的亏 却是没有再犯 看见夜天的举动后 漫天飞舞有如长蛇皮鞭的藤腕 迅速地倒飞了回去 他娘的 这不是黑山老妖吗 看着那怪物深周四处飞舞的藤腕 夜天心头忽然冒出了一个名词 当年他在看那部叫做《倩女幽魂》的电影时 里面不就有这么一幕场景吗 我明白了 这是一只木霄 到了此时 夜天终于反映了过来 这居然是一只精怪 根据道家典籍中的记载 所谓精怪 是吸收日月精华 即天地之精粹 自然形成的一种 可以修炼成长的生物 不过和动物修妖不同 精怪的形成条件更加苛刻 而且往往历经数千年 才能产生的一丝灵质来 像是聊斋质乙中的山鬼木霄 以及花中仙子 都属于这一类的精怪 只是这种精怪的攻击力不强 往往在刚生出灵质之后 就会被一些凶兽吞噬 将它们的精华给吸取掉 眼前的这个木霄 之所以能使用藤腕攻击 应该是依附着这颗扶桑巨树 才能办到的 它本身就是巨树精华所形成的 多少也能借助一些巨树的能量 而张三丰之所以没有在笔记中 录入这件事情 想必是在他游历到此地的时候 这个木霄还没有完全形成灵质 在张三丰羽化之后的200年间才出生的 正好就被叶天给碰上了 叶天猜得没错 这个木霄 出生的确只有一百多年 它甚至连身体都尚未成形 只不过它是扶桑巨树的树心所化的 这才能驱使巨树攻击叶天 只不过 在化为木霄后 它和这颗扶桑巨树已经是两种生物了 扶桑巨树在感受到真火攻击的威胁后 断绝了对木霄的能量供应 再也不受它的驱使 这才逼得它现出了真身 我来此又没有伤害你 草木之灵本应感激上天 你为何要攻击我 弄明白怪物的来历后 夜天心头再无丝毫的畏惧 张口一吐 一道白链如同一挂天河 闪烁着层层荧光向木霄席卷而去 没等木霄有任何的反应 从它身体中分离出去的藤蔓 尽数被斩落在了地上 敖屋 木霄口中发出一声低沉的吼叫 连忙将半边身体引入到了巨树的树干之中 露在外面的身体表层 又长出了根根像是触手一般的藤蔓 眼神中畏惧的神情却又加重了几分 你体内有我同类的气息 你来是要杀害我的 那木霄虽然连番吃了几次苦头 但却不肯有丝毫的退让 一段隐晦的神识传入到了夜天脑海之中 我身上有你同类的气息 搞明白了那股神识的含义后 夜天不由愣住了 心念一转顿时明白了过来 原来张三丰作画后遗留下来的那个蒲团 竟然是从这木霄体内提取出来的 精怪果然都是好东西啊 看着面前的木霄 夜天舔了舔嘴唇 怪不得古代的那些高人们都那么喜欢降妖浮魔呢 第840章木灵石 夜天之前曾经得到过木属性的灵石 但是和那个木心蒲团相比 两者简直就不能同日而语 木心里蕴含的木属性灵气 要比灵石更加的精粹 不过按照张三丰所言 在失去了巨数给予的灵气补充之后 木心蒲团内木属性就会用一分少一分 等到里面的灵气被吸收殆尽后 这东西最多也就只能起到些 给老人强身健体的作用了 张三丰200多年来肉身不服 基本上全是靠木心中的灵气在维持 之前又被夜天吸收掉了不少 现在里面的灵气已经变得有些稀薄了 按照夜天的估算 能再用个三五年的就很不错了 夜天甚至打算等到雷虎晋级到先天之境后 将那整个蒲团都给分解开来 做成一些适合普通人可以挂带的挂件 并且用阵法将挂件中的灵气封存住 使其灵气流失的速度放到最慢 木属性灵气对人体的益处是非常大的 比之那些辟邪护身的法器要强出千百倍 普通人长期佩戴 最少能平天十年阳寿 这么大一个蒲团 足够夜天给家里人以及亲朋好友 每人都做一个了 如果被神州结界里的那些人得知夜天的心思 一准会破口大骂他是个败家子 要知道木心这种奇物 即使在神州结界内都是传说中的物件 就算他里面蕴含的灵气在稀薄 平日里坐在上面打坐都有宁神静气的功效 而且在突破关爱时 更是能抵御心魔侵袭 可称得上是无价之宝 当然 即使夜天知道 也不会太在乎的 他本就是一凡夫俗子 在世间的牵绊太多 更何况不是有句老话说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吗 父母亲人不可能有夜天活得久 所以即使倾其所有 只要能延长父母家人的寿命 夜天都会义无反顾地去做的 我所来是为了收取零食 和你并不相干 你速速退去 我可以饶恕你侵犯我的过失 虽然对眼前的这个木枭无比的心动 但夜天还是强行将心内的那种贪欲 给压制了下去 因为这木枭的修为 并不比他弱多少 加上夜天的先天真火 也不是可以无限度地使用 两者争斗起来 夜天三成胜算都没有 夜天心里明白 如果自己到处放火 再惹恼了那扶桑巨树 恐怕他连逃走的机会都不会有 毕竟这棵古树生长了千万年 就算没有产生神志 但要是真的受到生死威胁 怕是也会协助木枭干掉夜天的 这样算起来 夜天能斩杀木枭的胜算 又要下降不少 就算夜天知道木心的珍贵 这种有输无赚的买卖 他也是不会去做的 只要能收取到足够的木属性零食 就算是达成了此行的目的 零 零食 那是什么东西 见到夜天收回了掌心中的火焰 木枭紧张的神情顿时缓解了下来 那团火焰对他的压迫太大了 一种本能在提醒木枭 那东西可以燃烧他的本源 将其意识给完全抹杀掉 生存的本能让木枭选择了妥协 而草木之灵只要产生神智 就会比那些凶兽聪明很多 在和夜天进行了一番神识沟通后 木枭也能准确地表达出自己的意思来了 就是这种东西 夜天将手腕翻转过来 一颗金属性灵石出现在了他的手心里 一股无间不摧的锐气从中散发了出来 这里 这里没有这个东西 为了坚定自己的说法 木枭浑身上下的藤腕同时摇摆了起来 他的确没有见过这种东西 如果有的话 他宁愿送给夜天 让这个危险的家伙快点离去 我说的不是这个 而是和他相同能散发出灵气的石头 木枭的神志充其量也就是五六岁的孩子 理解能力很是有限 夜天费了好一番功夫 木枭还是有些不清不楚 石头在山那边有石头 那个石头变成的家伙很厉害 木枭不敢过去 还有比你厉害的 它是什么东西 在什么地方呢 夜天被木枭说得哭笑不得 不过心中却是一动 木属性灵石所在的地方有木枭守护 而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土属性灵石 是否就在木枭所说的那个石头 金怪所在的地方呢 现在夜天已经吸收了四种属性的灵石 并且将其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吸收土属性灵气 不过这种巨大的诱惑 却是让夜天怦然心动 听到夜天的话后 木枭想了半天 词不达意地说道 在山那边 要走到太阳落下去 那里会出了妈妈的范围 所以我打不过他 你的意思是 他如果来你的地盘 就打不过你了是吗 夜天眼睛一亮 他自然知道木枭口中的妈妈 就是这颗扶桑巨树了 在震惊巨树之大的同时 他心中也有些兴奋和期待 看来那石头所生的山鬼 实力也没有达到金丹期 夜天可以说是对修真界一无所知 他自然也不知道 即使是在神州结界内 金丹高人也是屈指可数的 人类天生开启灵智尚且如此 更不用说这些精怪了 他们修炼所要付出的代价 要比人类大上千万倍 就算在这座大的 堪比中国数个省份的岛屿上 相当于金丹七大妖的数量 也是屈指可数 总共也就是七八个而已 可以说 夜天碰到那些大妖的几率 甚至要比买彩票 中大奖的几率还要小 当然了 他要是赶过来 也是打不过我的 木霄哪里知道 夜天在套他的话 他生出灵智时间上短 更没有和任何的生物沟通过 心思单纯的就像是一张白纸一般 眼下和夜天神石对了几句话后 顿时兴趣大增 甚至将夜天刚才放火烧他的过节 也给忘却了 要不 等回头我这边找到了木属性的灵石 就带你去和他打架好不好 有我帮你 他一定打不过你的 以夜天那走江湖所练就的厚脸皮 在说出这番话的时候 也是感到一阵发烧 眼前的木霄单纯的就像是个小孩子 自己自然是诱骗孩子的怪叔叔了 好好 有你帮忙 我一定能打跑他 木霄兴奋的浑身之夜乱颤 不过马上很警醒的看向夜天 传音道 你要的灵石到底是什么 我身体里的东西可不能给你的 木霄在夜天体内 感觉到一种与他本源极其相近的气息 而木霄又深知 像他们这类精怪 如果失去了木心精华的话 马上就会一时消散 如此一来 夜天体内的那种气息 显然就是涂露了自己的同类得来的 这也是木霄一上来就对夜天连尸杀手的主要原因 不要你的东西 你别阻碍我办事就行了 夜天摆了摆手 抬头看了一眼太阳所处的方位 确定了方向之后 来到了木霄的东北侧 低头在地下查看了一番 直接用双手在地面挖掘了起来 灌注了夜天真气的那双手 简直就像是个挖土机一般 一爪下去 就没它抓上数个平方的泥土 不多时 在夜天周围 已然累气起了高高的土墙 将夜天的身形都遮掩住了 你在找什么 就在夜天埋头苦干的时候 木霄的声音传入到了他的耳朵里 惊得夜天浑身打了个寒颤 这人吓人都吓死人 鬼吓人则更加让人害怕了 尤其是这家伙在靠近的时候 没有发出丝毫的声响 不是告诉你了吗 灵石 我要找灵石 见到木霄没有攻击自己的意思 夜天放下心来 虽然野兽精怪多是凭借本能行事 有时候的行为是很凶残 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它们要比人类社会中的很多人 单纯可靠多了 咦 灵气起了变化 看来我没找错方位 哈哈 就在说话的当口 夜天忽然放声大笑了起来 因为感觉到从地下传出 一股浓郁的木属性灵气 心中顿时大喜 就他所知道的灵石灵脉 都是用神识无法探测出来的 眼下能感应到那木属性灵气 想必灵脉就在下面了 这老刀总算没骗我 这里真的存在木属性灵石 夜天挖掘的速度放慢了很多 当他右手从地下掏出了一块坚硬冰凉的物件后 脸上忍不住露出了喜色 这是一块婴儿巴掌大小 通体成浅金色的金石 上面布满了木纹的条线 如果不细看的话 甚至会以为这是一块木头化石 但夜天不是第一次 见这东西了 一眼就认出了这正是木属性灵石 果然是木属性的 夜天爱不释手地抚摸着这块灵石 经历了黑龙潭差点走火入魔的事情后 在夜天的心里 木属性灵石的功用 要远远大于其他几种属性的灵石 俗话说物以稀为贵 除了在丁红湿地手上 得到了一块指头大小的木属性灵石后 夜天再没有听闻 哪里会出产这种灵石 当下小心翼翼将灵石修好 卷起袖子继续往下挖掘了起来